欢迎收看无线7点半一小时新闻 我是荣家瑶 今晚的主要新闻人 消息指当局明年推售7个新居屋项目近9000个单位 并且计划延长金售期到5年 立法会功能界别当选人齐齐亮相 说希望可以协助政府有效施政 解决社会深层次浪迹 港府批评美英等组成的五眼联盟 作出毫无理据的指控 几图满黑立法会缓解选举 详细的新闻内容 消息指当局明年将会推售7个新居屋项目等近9000个单位 当中4个新屋院在港九市区 赤价最贵近1万元 另外房屋委员会也建议收紧居屋和陆置居转售限制 禁售期由两年延长到5年 北角电召街单栋居屋企华院仍未见初刑 据了解这里248个单位房委会建议出年发售 地盘对面是新落成无奈的私人屋院 轮近巴士总站、港铁站还有码头 部分单位更加望到维港 其实这里都是交通方面的 而且又近这个维港 其实如果这个环境都是好的 如果相比在这里六万多元呎 这里当然是好 这里一个单位应该都要一千多万 那如果一个单位二百多万的话 那就是差百多万 就是几百万 售价是七个新居屋项目中最贵 市价五一折之后建议临时平均实用尺价九千九百五十元 280至457尺单位卖248万至531万 另一个市区新居屋 在土瓜环站和荷文田站之间的码头各冠山苑 位于东九龙走廊天桥旁 四百九十五个单位 面积最小不用二百万 最大的就要大约三百六十万 启德启恩院的赤价也超过八千五百元 提供更多单位有大约一千八百个 其余新居屋分布在张冠澳 沙田和观塘安达臣 供应最多赤价最便宜的是东冲御雅院 消息说连同因为买卖协议撤销 和租资计划等等收回的单位 房委会明年推售合共八千九百二十六伙 是2014年以来最多 据了解房委会建议今期居屋的 六百表比例维持四六比 也预留九百个配额给单身申请人士 为了压止投机活动 消息说明年起身发售的居屋和陆自居 转售期限由两年延长至五年 由2017年至今年九月 三至五年内转售资助出售单位有213宗 当局认为数目不多 但近两年程序升的趋势 由去年大约60宗 增加至今年头九个月130宗 而保地价之后的转售期限 就由现在十年延长至15年 无线电视记者利游坤报道 有学者就认为今夕期延长 可能影响二手居屋供应 而新居屋单位面积最小 只有大约186尺 有测量师就批评开息太小 难有合适的生活空间 希望香港人住大一点 这不是空港的 是会做得到的 我们都定一个最小的单位标准 我记得我建议可能200至280尺 不过消息指 明年计划出售的居屋齐得齐恩怨 有近两成的单位 实用面积只有大约186尺 这个我都觉得很罕见 实在太小了 就算市面上私人楼的劏房 都没有去到那么小 都有200位220 太小了 变成一个人住进去 空间很难处理 据悉资助房屋转售限制将会进一步收紧 日后居屋业主买单位之后 可能要去到第六年 才可以在未保地价的情况之下 自行定价卖给陆表 或者白居二买家 第16年开始 才可以在保地价之后 在自由市场出售 应该加会好些 可以揭指了二手市场的炒卖 始终有些人会利用漏洞 有学者就担心二手居屋供应减少 会影响公屋流转 保完地价之后 跟私楼没分别 只是买给普通市民 那些禁售期可以考虑长一点 但如果它是买给 我们所谓的二手居屋 买给路表 也都需要资助的人士 反而我觉得那个禁售期 是不需要加长 反而如果是短 反而多一点二手居屋供应 为了增加公营房屋供应 有学者的建议 日后可以将公私营房屋比例 由现时的七三比增加到八二比 但就说或者需要等到明日大月 或者北部都会区发展才有机会 武汉电视机者在刘俊玉 全体下 立法会选举委员会界别当选人见传媒 说会超出政党思维 为国家和香港发展 凝聚共识 选举委员会界别选出40个议员 9个议员转称这个界别成功连任 很多精英在过去 香港旧有的选举文化之下 根本是很困难 或者是不愿意参与 这个可以说是政治斗争的议会文化 但今次我们大家会看到 很多这些社会精英 他们愿意走出来 我们每次去论坛就好像同班同学那样 就一起去考试 这种融合的气氛 其实在以往我参加这么多次选举 无论区议会选举 立法会选举也好 我们是从未试过的 未来议员的背景 五光十色 会不会难以凝聚共识呢 我们会超出政党的思维 去为了香港社会和国家的发展 是去凝聚共识 甚至可能要牺牲自己 少少你自己的界别 和你的党派里面一些既定的思维 我们一定要以香港整体利益为依规 既然是五光十色 我们不可能对所有议题 都会是90比0 在一些关键的敏感的问题上 大家要争论怎么办 要靠专业 房屋议题 也是一众新任议员的焦点 大家会覆盖到不同板块 对于房屋土地的考虑 不同的角度 怎样去整合 这个是起码我自己来说 是必须要尽快推进 怎样去构成一个所谓时间表路线图 问题就是我们怎样去将土地 之前形成的很多的误会 那些的限制要搞清楚 那我希望在未来四年 在立法会里面 我们先去将问题搞清楚 同时就想办法去解决问题 40席的选委会界别 是在新选举制度下新增设的界别 也是在立法会里面佔最多的移植 母先烈士记者 扎瑞文报道 至于功能界别 当选人也都一起量商 说希望新一届立法会议员上任之后 可以协助政府有效施政 尽快解决社会深层次矛盾 立法会功能界别 多名当选人 在第六届立法会主席 在工业界第一连任的 梁君彦带领之下建计者 作为功能界别的议员 是任重导远 为业界发声之余 我们亦都是要为全港市民谋福祉 相信各位议员会用广角镜去看 去看社会的问题 亦都是用多声道和政府问证 建制派班长廖长江就形容 各个当选人来自不同界别 是五光十色的组合 相信议会暴力和疯狂拉布 在第七届立法会内将不再復健 当然议会可能需要面对的 是有关内部协调的挑战 我希望议员能够为香港的未来 和大局设想凝聚共识 90名议员当中唯一非建制派 是社福界的迪志远 我有一个新的编号 是1比89 今早我是用一个很孤单的心情 踏入这个议会的地方 但刚才的会议里面 我也觉得有点温暖 因为我提出福利的诉求里面 似乎很多议员都支持 是很关心福利的发展 新一届立法会全部的当选人 已经可以入立法会使用大楼里面的设施 据了解立法会秘书处将会在下星期 举办迎新日 协助他们了解立法会运作 另外新思维举办记者会总结选情的时候 被问到会不会和中联办联络 和我们接触 有机会我们都会主动联络他们 他说议会内的黄蓝对决已经成为历史 但相信依然会有火花 母线电视记者郭泳因报道 港府说坚决反对由美、英等组成的五眼联盟 作出网顾事实毫无理据的指控 寄图抹黑立法会缓嫁选举 而众联办和外交部驻港公署都发声明献责 完善选举制度后的首场立法会选举结束 选出90名立法会议员 美、英、加、澳洲和新西兰外长 随后发表联合声明 说选举制度减少直选二席 加入审查程序限制选民的选择 认为是损害香港的权利、自由和高度自治 特区政府回应说 坚决反对五国作出网顾事实毫无理据的指控 企图抹黑立法会缓届选举 发言人说 新一届立法会议员来自不同背景和政治光谱 保障均衡参与性、候选人良性竞争 反映新选举制度的公平性和竞争性 强调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 香港民主法只会按基本法有罪依法推进 任何来自外部和内部的破坏力量和政治图谋 尝试干扰香港民主发展都不会得逞 中联办说 香港第七届立法会依法顺利产生全部议员 社会各界普遍欢迎和高度认可 但少数西方国家发表所谓声明 重复一贯陈词濫调 抹黑攻击香港事务 无端质疑选举应受性 中联办对这种示意干涉中国内政的绝劣政治把气 表示强烈憤慨 予以严正谴责 说他们先是损害香港繁荣稳定 破坏香港民主进程的最大黑手 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工署也发声明 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五眼联盟的声明 说来说是非者必是是非人 港英当局在香港回归前长期实行高压政策 港人从未享有真正民主、人权和自由 这些国家政客一意孤行 对抗港人的主流民意 亦正义潮流移动 必将自取其辱、自食恶果 无线电视记者陈卓康报导 先有色格阵 稍后回来还会报导 马会和电讯商向大约2万个基层长者 提供智能手机和处置卡等等 支援他们要安心出行 美国说Omicron变种新冠病毒 已经成为当地主流病毒主 继续新闻时间 马会和四间电讯商合作 向大约2万个基层长者提供智能手机 以及一年免费流动通讯服务 支援他们用安心出行 即日开始接受申请 78岁的邝婆婆因为没有智能手机 所以一直不懂得数安心出行 这一日在社工的协作下尝试学下 他说现在出入街市和茶楼等等 都是填纸仔 历史博物馆去填 每个人都有 只有我一个因母 我唯有填 填完之后 他还要再看我的电话 合不合他 又要做一些身份证 很多手续 才搞得到 没有 阻止别人 自己是进不到 每个人都有 我没有 不过他有望不用再填纸仔 因为马会慈善信托基金 撥捐2700万 向大约2万个长者 捐赠支援安心出行的智能手机 并且与4家本港电讯商合作 提供包含一年流动通讯服务的储值卡 申请条件必须要是 申领索援 年满65岁 并且不是居住安老院舍 和未拥有智能手机 他们必须要透过12间社福机构核核 总共74间长者地区中心 和长者轮社中心的社工转介 并且由相关长者地区中心批核 有参与计划的社福机构表示 主要靠长者声明自己没有智能手机 难以审查 又说措施一公布 已经有长者打电话查询和申请 长者如果没有智能手机 其实和社区的接轨 以至到他人际的关系都会有些影响 如果他有个智能手机 又有个安心出行 他可以去到街市 他可以去到饮茶 亦都可以透过一个zoom的形式 和家人联系视像 令到他的生活质素得到提高 令到他的心境开朗很多 至于若果合资格申请人数超出上限 机构就说仍然在研究中 这间社福机构又说 会加强培训义工和举办活动 教导长者如何掌握使用智能手机 和应用程式的方法和技巧 无线电视记者彭永熙报道 本港新增8宗新冠病毒输入个案 全部验出变异病毒株 而青山医院一个成人精神科护士 昨天由英国返港 在机场检测初步呈阳性 已经入院接受隔离治疗 当局认为 那个护士来港前感染的机会极微 已经安排在同一间病房工作 以及曾经一起参与会议的25个员工检测 全部结果是阴性 而新增8宗确诊 其中住在大埔的54岁女患者 前天由美国抵港在机场检测程阳性 验出N501Y变异病毒株 她没有病症 已经打完两剂科兴疫苗 曾经在上个月28日到前天 到过患者居住泰湖山庄18A座的人 需要接受强制检测 其余7个患者 由11至61岁都带有变异病毒株 包括一个基组人员 分别由英国、美国、奥地利等抵抗 而为了防范Omicron新变种病毒流入本港 政府进一步加强外防输入 由检疫酒店租化会因应新政策作出调整 本港旅介有19钟涉及Omicron变异病毒的输入个案 为了导致Omicron流入社区 政府即日开始将英国纳入加强监测A组地区名单 所有抵港前21日在这些地区逗留过的香港居民 抵港头4日需要入住足高湾检疫中心强制检疫 头7日需要每日做检测 其后在指定检疫酒店隔离期间需要隔日检测 臨近圣诞支和农历新年包括留学生等都会回香港过节 检疫房间供应是否足够呢 根据政府资料 现在竹高湾检疫中心一共提供1,916个单位 截至早9点还有1,024个单位可以即时使用 有检疫酒店说今个月预定房间达到8.5% 但因应新措施可能要预留后备房间 我们都是通知一些客人新的政策 如果他需要取消的我们帮他取消 但很多客人都不会取消的 如果他入足高湾一来香港之后 入足高湾的时间我们都留回房给他 足高湾他除了接待这些客人之外 他一直都是接待着外用的 所以相信他的房间可以用的不多 到时如果他真的满了 他都是要回出来酒店我们旁边酒店住 另外航班的熔断机制同样收紧 如果同一条航线在7天内 累计有4名或以上的乘客确诊 就要停飞14天 而星期五平安夜开始 所有来港的人士需要持有 登机前48个小时内采用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母线DC者吴嘉軒不道 政府雇员由明年2月中开始进入政府大楼和办公厨所 需要出示新冠疫苗接种证明 政府说作为抗疫对五重要一环和公共服务提供者 政府雇员打针习无旁财 无充分健康理由拒绝打针会提高办公厨所的感染风险 决定由明年2月中开始 除了因为健康不允许打针的政府雇员会获发特别通行证 其他所有因工作相关目的进入政府大楼和办公厨所的政府雇员 都需要出示疫苗接种证明 另外仍然未打第一剂疫苗的政府雇员 病毒检测将会由现在的每星期一检收紧为3日一检 下星期二开始进行的检测结果只有效3日 美国疾控中心说Omicron变种新冠病毒已经成为美国主流病毒株 而德州却现相信是美国第一宗Omicron死亡病例 死者没有注射新冠疫苗 而疫情持续严峻的英国伦敦随值慶祝活动将会取消 至于新西兰就宣布推迟重开边境 变种新冠病毒Omicron病例在美国急速上升 首都华盛顿民众加强做病毒检测 当地星期二起重推室内口罩令 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说 Omicron感染个案一个星期之内上升接近6倍 全美上星期的新增确诊7.3%都与Omicron有关 有超过65万宗已经超越Delta成为主流病毒株 在Omicron肆虐的德州更出现相信是全国首中死亡病例 当地的卫生官员说死者是年约50至60岁的男人 之前曾经染疫本身并没有打针 白宫说总统拜登稍后发表的演说 重点会放在疫苗接种 又公布一个白宫职员确诊 他上星期五曾跟拜登一起坐空军1号专机 拜登的检测结果呈阴性 加拿大外长赵美兰就透露自己快速测试情阳性 会隔离直至进一步检测有结果 至于英国单日再多9万1千多人确诊 当中超过8千人感染Omicron Omicron的死亡病例累计有12宗 首相约翰上不排除任何再收紧防疫限制的可能 基于公众安全 伦敦特拉法加广场的随值慶祝活动取消 白金汉公也说 净雷王伊丽莎白以世会连续第二年因应疫情 取消到洛福克棍桑德零压武功过圣诞 留在温沙堡和其他皇室成员宽度设日 鑑于Omicron内势洶洶 新西兰免隔离逐步重开边境的措施 实施日期会由1月中推迟至2月底 母纤电视记者杨洁二报导 我们再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还会报道 内地第一款国产新冠病毒特效药获准上市 可以将罪丸和死亡率降低八成 内地实行教育伤减政策之后 超过九成学生能够在规定时间内做完工法 继续新闻时间 这里先看看中国新闻 内地第一款国产新冠病毒特效药已经获准上市 研发团队说可以将住院和死亡率降低八成 甚至可能将这种病当成感冒处理 去年1月疫情刚刚爆发的时候 清华大学的团队就决定研制对付新冠病毒的抗体特效药 到了今个月初获准上市 成为内地第一款控新冠特效药 采取静默注射方式 注入体内之后立即发挥效用 打了疫苗它差不多7天12天14天之后才能起效 所以这个住屋体之后它马上起效 然后由于整个它的设计 它的疗效和它的广土性和它的持效性 所以可以使用身体有很强的保护作用 前后走的差不多需要40分钟左右 特效药的三期临床试验 在6个国家超过100个地点进行 数据显示能够降低高风险患者住院和死亡率达到八成 新药虽然以治疗为主 但是抗体留在体内达到9至12个月 对预防感染也有一定的作用 领导研发团队的张林奇形容 有作这款药 或者将来可以将新冠病毒当成感冒这样处理 但是能不能够应付新变种病毒Omicron呢? 其中有一个抗体是保持了它的核心 另外一个抗体失去了一部分的核心 但是由于我们是两个组合权 两个抗体在一起仍然保持着 这个Omicron变异株的综合能力 所以我们对抗体药 针对新出现病毒的抑制能力 是保持非常大信心的 至于特效药何时推出 他说未有时间表 无线电视记者曹嘉宁报导 而内地新增57宗新冠病毒本地港核 浙江最多占43宗 另外广东东、东莞亦都占6宗 根据基因测序结果 当地这轮疫情是由Delta变种病毒引起 和陕西西安的病例基因测序高度同源 属于同一个传播链 另外公信部说 内地新冠疫苗年产能得到差不多70亿剂 而通讯大数据平台持续改良 有助各地防控疫情 被称为直播大货一遮的内地网络主播 梅亚涉嫌涂税 被追缴超过13亿人民币的税项和罚款引发讨论 有民众就支持加强监管 有助广州记者张永远博德 国家税务总局通报 杭州税务部门近日以税收大数据分析 发现网名为梅亚的网络主播王薇有可疑 经多次提醒仍然未彻底改善 深入调查之后 确认他在2019至2020年间 用不同方式图税超过6亿 另外少交6千万税款 当局说王薇在接受调查的时候 已经主动补缴5亿税款 并且就部分税项违法行为自首 当局依法追缴超过13亿税款和罚款 梅亚在微博发道歉信 对事件深感愧疚 向公众致歉 又说完全接受税务部门的处罚决定 并且会积极筹资金 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补缴税款 制纳金和罚款 中纪委泛文表示 这次微瓦被罚 体现税法权威和公平公正 再次警示网络直播从业园 网络直播并非犯外资地 要自各依法纳税 内地传媒报道 已经有1000名网络主播 主动自查保缴税款 直播大货2016年出现并且迅速冒起 到2018年淘宝电商直播相关成交 已经达1000亿 而今年双十一 微瓦一日的交易额就有近200亿 内地民众对微瓦 逃税金额巨大感到惊讶 支持当局加强监管 她的13亿的话 我可能要干13亿年吧 毕竟她是一个属于头部的主播 赚了这么多钱 并且逃税成功了 所以我觉得这块肯定是需要加强的 有内地律师说 在税务机关采用大数据调查 网络主播想逃税都难 平时是自己申报 但是他们的收入是大家都很清楚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你已经 带了几十个亿 可能你交了一个亿的税 怎么算都不硬 律师又说 加强监管网络直播 除了税收之外 还要留意虚假宣传问题 无线电视 二驱广州记者周永恩报道 国家教育部说 商减政策实施之后 有超过九成的学生 能够在规定时间内做完功课 同时校外培训机构大减八成 强调这项政策仍然是明年首要工程 为了减轻学生的压力 教育部在今年7月公布商减政策 以减轻学生的功课和校外补习负担 其中最大冲击是限制补习学校 不可以开设学科类班 当局形容 处理校外培训机构取得明显进展 线上和线下的校外培训机构 分别大减約八成四 其余的学科类培训机构 一部分转为非盈利机构 实行政府指导架 提供公益服务 不适合转型的机构会被注销 另一方面是减少功课量 当局说九成九学校 在新学期的作业量 和完成所需时间基本达到规定要求 能够在规定时间内做完作业的学生 比例由以前的四成六提升至九成以上 大部分家长都说 学校在新学期 再没有要求家长批改作业 同时各校开办了多项 兴趣小组和社团活动 教育部说 商减政策实施之后 学校和家长更加关注学生的全面成长 和身心健康发展 特别是很多家长不再盲目为子内报考补习班 强调春年会继续将商减作为教育督道的一号工程 无线电视记者曹嘉宾报道 这次中国新闻先讲到这里 我们先转看一下 抑郁、照雷症、癫症的成因之一 和患者脑部神经低质出现異常有关 日本情况下 患者可以靠药物做手术稳定病情 除此之外 患者现在有多一个治疗选项 27岁的阿门患有抑郁和焦雷症多年 一直以来都用药物控制病情 情绪一定稳定了很多 绝对是有效的 效益都非常快 只不过是药物始终会有它自己的副作用 为了减少对药物的依赖 阿门一个月前开始使用迷走神经刺激器 一种非药物治疗方法去舒缓病情 以往装置只会用在严重癫症患者 并且要透过手术放入身体内 但是用这部装置挂在耳边就可以 改良装置的初创公司负责人高伟坚 本身是神经医学博士 他明白病人使用迷走神经刺激器 要冒做手术的风险之外 一旦刺激器产生的电极造成不适 也都未必能够即时找医生协助 于是研发出便攜版本 这些按照的处理是在医生协助 这将传统的医生协助 通过温柔车的位置 然后这个位置 通过温柔车的位置 通过温柔车的位置 这将使用医生协助 这将在医生协助的脑部 中间的脑部 这是一个主要的脑部 这是在脑部的脑部 which helps rebalance brain chemistry and rebalance certain areas of activity in the brain and over time this eases the disease symptoms 如果用家觉得电极过强、觉得不舒服 可以自行调整电子默充的强弱度 另外刺激器上面有四条蓝灯 每用一个钟就会有一条熄灭 方便用家按情况调整每日四小时療程的分段安排 目前本港有大约20名患者 开始试用这部刺激器 资料成效有待观察 无线电视记者张海晴报导 转看港股收市的表演 恒生指数收市是报22971点 升2226点 总成交超过1180亿 还有欧洲三个主要股市表现 英国富士100指数升71点 法国卡指数升64点 德国低指数升168点 我们再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还会报道 本港通胀连续两个月回升 也会看看全球第一条电子短讯SMS 将会以NFT形式发卖 成交价估计达到20万欧元 上个月通胀率1.8% 政府说进口价格显着上升和经济持续复苏 预料通胀压力将会进一步增加 经济持续复苏 通胀也都连续两个月回升 上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按年升1.8% 剔除政府一次性纾困措施影响 基本通胀率1.2% 都是较10月份微升0.1% 主要是电费和新鲜蔬菜价格升幅扩大 以及资讯及通讯服务费用跌幅收窄 电力、燃气及水的升幅超过三成 医里和交通也有超过半成的升幅 外出用线及外卖升2.5% 住屋烟酒就录得轻微跌幅 政府说进口价格显着上升和经济持续复苏 预料通胀压力将会进一步增加 有分析也都认同一个看法 政府又说本地成本压力仍然有限 短期内基本通胀 应该会大致维持受控 无线电视记者曾经报导 2022至23年度财政预算案展开公众咨询 财政司司长陈茉波说 指望来年外围政经环境仍然复杂多变 在制定下年度财政预算案时候 会密切留意内外情况 有需要时候为受影响的企业和市民提供支持 外交部宣布 中方决定制裁四个美国人 对等反制美方以新疆人权问题实施的制裁 被中方制裁的 包括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 马恩泽 副主席特克尔 委员巴尔加瓦和卡尔 外交部宣布 即日起禁止他们入境中国 包括内地和香港澳门 凍结他们在中国的资产 禁止中国公民和机构和他们交易 美方依据国内法借口所谓新疆人权问题 对中方官员进行非法制裁 有关行径 严重干涉中国内政 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严重损害中美关系 针对美方上述错误行径 中方决定依据中国反外国制裁法 进行对等反制 美国财政部早前就新疆人权问题 制裁新疆自治政府前主席 和现任主席等四个人 外交部说 新疆事务纯属中国内政 美方没有权力 亦没有资格还家干涉 美方应该撤销所谓制裁 中方将会视形势发展进一步回应 无线电视记者曾维忠报导 美国点名香港中联办五个副主任 说他们损害香港民主 又警告金融机构和他们交易 可能会被美方制裁 美国国务院星期一 向国会提交最新香港自治报告 将中联办五个副主任 包括陈东、何正、卢新宁、 谭铁牛和韵中华 列入削弱香港自治者名单 他们和另外两个被免职副主任 杨建平和秀雄在7月已经被美国财政部制裁 美国国务院谴责香港人权和自由受侵蚀 立法会直选议席数量大幅减少 又说香港当局逮捕 或者扣留几千个反对政策的市民等等 外交部驻港公署发言人说 美方的报告荒唐透顶 乱港压和的险恶用心绝对不可能得逞 日本防卫省说解放军航空母舰辽宁艦 在冲城远以东的太平洋海域进行舰载战机升降 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发布 在冲城远北大东岛以东大约300公里的海域图片 说当时辽宁艦上面的殲-15战斗机和直九直升机进行升降训练 其间海上自卫队派出直升机护卫舰出云号监视 自卫队战机亦有紧急升空应对 辽宁艦和多艘中方舰艇上星期三 经冲城岛和宫古岛之间的宫古海峡由东海去太平洋 防卫省认为中国企图将活动范围由东海扩展到太平洋 并且提升运用能力 日方对此保持境界 在差不多30年前发出全球第一条电子短讯SMS 推荐到达宫栩叶 一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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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